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長官 各位同仁還有各位夥伴 現在要三早還是五晚 我想都可以 接下來我大概利用二十幾分鐘的時間 來跟各位分享 耐震補強水泥混淋土常見的問題及解決 我想混淋土的問題就混淋土的問題 為什麼要加個耐震補強 我想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耐震補強的特性就是一點點量 我們如果說跟大量的共耀廠商也好工地也好 我們要去更加爭 挖銜 有沒有可能 不大可能 第二個原因是 我們既然是耐震補強的這個 我就再把耐震補強加下去 其實第一個問題才是真的 我們要跟各位談的問題 我的分享大概分成這四個部分 第一個前沿 我會有四個問題跟大家一起來思考 接著第二個部分就是駐場人員 他應該在半額廠應該辦你的思想是什麼 一個駐場人員到半額廠的時候 我來駐場 我要開始出料就能出料 我剛講過我們的料都一點點一點點 那怎麼去跟人家協調 人家大量的工地他一定先出 單價好的他也一定先出 我們耐震補強的量不但量少 而且要送得很遠 因為我們現在是比較飆淡 跟半額廠的一共需要都蠻遠的 所以半額廠的駐場人員 到半額廠第一件事要做什麼事 那後面繼續要做什麼事 我想第二章來看 那接著在駐場的過程裡面 很多人駐場的夥伴 常常會漏掉一些 那這些漏掉可能是他不知道 那也有可能是他束縛的東西 那這些什麼東西 我們在第三章來談 那最後一個簡單的結語 首先我們來深思以下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過去的混凝土設計強度 真的要那麼多水泥量才能達到嗎 那本來我這個議題 是安排大概10分鐘到15分鐘 這個問題 那我現在針取一位 針取一位我們在場做評判的 能不能回答我這個問題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 來 同樣好 那個水泥多用的其實是浪費 是適當適量的OK 適當適量 但是這四個字很難做到 因為我們考慮到 我們現在的生產設備條件 我們現在的社會環境的條件 什麼樣叫適當適量 是要考慮的 那水泥量多 水泥量那麼多 會有什麼問題 我們組成的材料裡面 出液料吸液料 水泥水藥劑 出液料 出液料 它的體積有定性 好不好 它不大容易去變更 不大容易去變 那水 水化以後沒有了 藥劑在 這個生產 在這個 新拌的混凝乳裡面 它發揮藥效以後 後面它也沒有了 那影響最大的是什麼 水泥漿 水泥漿 它還會繼續碰到外界的水 那有裂縫 碰到二氧化碳進來 還會有一些化學的反應 油傷跟離子進來 還會有一些化學反應 比如說在硫磺區 這些都會有影響 所以它的體積變化會 會隨著環境來改變 隨著溫度來改變 所以說 水泥漿多不健康 水泥漿多不健康 那我們來看一個 過去 這個是舊的東西 但是我把它拿出來 整理一下 這張表 上面這個 大群組 它的細部魔術是2.65 第二個群組 它的細部魔術是2.9 第三個細部魔術 群組是3.08 剛好代表 少了一個2.3 但是沒有關係 那個趨勢已經有了 我們來看一下 從FM2.65的140 開始看 28天的強度 這個都是我們自視 施工技術規範裡面的 參考選擬用量 施工技術規範裡面的 參考選擬用量 外面這一個 250 275 365 400 4175 這個 都是我們的 施工技術規範裡面的 參考選擬用量 那我這邊特別強調 是參考 不是一定要用到那麼多 那我們看一下140 它28天是180 187 水泥用量250 那 再 看一下來 那個2.97這裡 140 25 那個水泥用量250 強度28天216 再來看140 3.08這一個 140 水泥用量250 那水泥用量250 28天強度248 顯示第一個問題 砂越細 FM只越細 越小就是砂越細 那 強度 越不好 但是不是說砂出 一支出就會越好 它也有一個極限 那再來我們看水中 水中這個 紅色的 水泥用量400 那在2.65的時候是380 28天 那 這個 2.97的時候 一樣400 水泥用量400 那它的28天強度425 然後再來 3.08的時候 一樣水泥用量400 然後這個 強度 425 沒有增加 那我們回過頭來 等一下 看完下一個再看 看紫色的 350 我們一般都用475公斤的水泥用量 那 在2.65的時候 它是472 然後 這個 2.97的時候 350 一樣475 它 得到的強度是510 然後再來看看 350的時候 3.08的時候 506 掉下來 為什麼 那我們看一個東西 沙律 這裡 這裡的沙律 38% 那這裡的沙律 39% 按照我們施工技術規範的規定 超過2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調沙律 那2是調1% 2% 調1% 那 這個 調1%的結果 是這樣 但是 我們從這裡 跳到這裡 調1.5% 強度降下來 那 表示什麼 沙用的多 那 強度把它往下掉 那這個問題 回歸 回歸到原本的問題 我 細料用的越多 細料 細料用的越多 比表面積越大 那我需要水泥將來包裹的量就越多 我同樣的水泥漿量 但是我的沙多 細料多 那 顯示我 需要包裹的這個漿掉越多 但是我同樣的水泥漿量 它就會包裹 而那個量就沒有那麼多 所以 那個 沙律用的多 那 強度往下降 再來 我們看一下 28電的強度 這個是我們 因應 設計規範 我們的施工技術規範 產生的 有必要用到這麼多 事實上不見得 我們用這麼多 其實強度都偏高了 強度偏高 但是 我不用這麼多 行不行 在過去傳統混淆土來講 還真的不行 因為工作性出不來 因為工作性出不來 所以 我需要加這麼多的水泥 這個顯示什麼樣的意義 我有很多的水泥 不是提供強度 是提供工作性 有很多的水泥 是提供工作性 不是提供強度 從這裡 我們就可以看到 事實上它比原來的 我們設計強度多很多 那 究竟多少 在 那一組集配裡面 那個群組的集配裡面 它多少 會 達到 設計的強度 我看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 250公斤的水泥 它28天 產生 187公斤的強度 那 我多少公斤的水泥 可以產生到 我的設計強度 140公斤 我們把它反算一下 140乘以250 除以187 當然就可以 就是我們掛號這個東西 掛號裡面這個數據 那 我要多少的水泥量 可以達到245公斤 這個水中混泥土的這個強度 那 一樣 把這兩個箱層 除以它就是257 那 187公斤 得到 187 得到 140的強度 那 多的 47公斤 提供到哪裡去 工作性 不是強度 是 工作性 那我們看一下 對比像這一個 475公斤 475公斤 這個 水泥 用量 得到 506公斤的強度 那我們 328公斤 就可以達到 350的 強度 多的 做什麼 提供 工作性 所以 我們過去 一直堅持說 我一定要達到 這個 水泥用量 那個觀念是不對的 因為現在有 波索蘭材料可以 來 取代工作性 這一塊 那 波索蘭材料裡面 尤其 飛揮 它提供工作 它因為它 這個顆粒 一顆一顆圓圓的 就像我們汽車的 那個 它有很好的 润滑效果 可以提供 工作性 這一塊 那我們的水泥用量 事實上 就不用 不必要到那麼多 那這裡 我們 吳組長也在這邊 那請他 這個 到時候在做 後續的設計的時候 要考量 這個 這個特性 那適時 在這兩條款裡面 把它放進去 畢竟 有一些 不是 沒有來 過這樣的 或者是沒有去思考過 這個問題的 他可能還是會去堅持 我 施工技術規範 多少 我去用多少 那 被揮霧子 你另外加沒關係 那加多了 反而不好 工作性 那個 婚姻股 會變得很嚴重 不好 那第二個 配理設計 有沒有必要做 要怎麼做 我想了解一下 現在可以設計自己做的 舉手 請管 還有沒有 那個是我要求的 不要 不要 所以很顯然 我不要求的話 大概都是交給預辦廠 預辦廠交給誰 藥機商 都交給藥機商 藥機商怎麼做 大部分都是 直接 大半盤 直接在半額廠 大的半額骨裡面 就直接去下料 直接去搽 那這個出現什麼問題呢 我們會 如果說我把料 通通丟進去大半盤裡面 它整個激量系統下來 會產生 激量 落差的部分 它沒有考慮到 第二個 含水量的測定 也忽略掉 那我們在後續的生產 有一部分 這兩塊 是盲目的 這兩塊是盲目的 結果會變成怎麼樣 我生產出來的東西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的性質 我是沒辦法掌握的 所以 我們配體設計 還是要回歸到 我們傳統的 實驗室的做法 趁勤論量去做 你把你的 實際上要用的量 多少 就定在那邊 海水量多少 就定在那邊 就定在那邊 接著 我們才有辦法 回過頭來檢視說 我的生產設備 有沒有問題 我們常常要談說 統計分析 你去發現異常了 你要回過頭來檢討 你沒有這樣做 去做變理設計 你怎麼去檢討 你沒辦法檢討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 如此 我們現在是市面上 有80幾 100幾 120幾 它指的意思是什麼 極速越高 它越細 越細 它水化速率越快 水化速率越快 水化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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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如果說養字 稍微不注意的話 那個結構已經變了一塌糊塗 那我們一般 大概使用100幾個球 就好了 不要用太細的東西 再如此來講 越細它越貴 但是 越貴的東西不見得越好 然後再來第四個問題 評管人員 要怎麼做 才算秤值 我這邊講 只是限縮在駐廠這一塊 那真正的評管人員 你要訓練到 可以補當裡面的作業 需要滿場的一段時間 在補當場這一塊 需要做哪些工作 我們看下面 來 我剛剛講過 一個駐廠能源到了八個場 說我來駐廠了 然後就坐在那邊 沒有用 我們在政府講 也好 我們區功能處的 這個養物公務局 你去駐廠 你說你要跟大量的工地 來搶藥嗎 搶得到 這個時候 我們就有一些協調的工作要產生 第一個 駐廠能源到半個場 要先檢視 這個設備 並做 跟了解 供藥期間 有幾處需要供料 比如說 我有兩個大料 那有五個小料的工地 要同時供料 那我這一個料 我這一個 今天我要說的料 是幾地方 那 這個幾地方 我要跟這幾個 大料的這個 這個 供料的駐廠能源 我要去協商 要跟調部 要跟操作手 要去協商 我們的料 在什麼時候出 比較能夠符合我的工地的需要 去協商 畢竟 大料也好 小料也好 都是跟御飯廠有簽約的上商 那 協調的工作就變得很重要 然後另外 有五個工地要輸料 我們的 大料廠的 汶林股預辦的運送車輛 夠不夠 它的調度 也沒辦法正常調度 駐廠能源 到工地 到大料廠 第一件事就要做這個 再來 要檢視力量的規制 跟各材料儲存量 是不是足夠供應 今天 從 到我出完料 就前面的這個協商 剛剛好了以後 到我出完料 夠不夠用 不要跟我們之前的那個商量量一樣 出完了 人家出完了 剩下我們沒有料給我們出了 變成說 尖召跟業主這邊 跳進去要協助你們 當然這個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你駐廠 就要去做這個 第一件就要去做這個協調工作 這個駐廠不只 那個廠商的駐廠 連我們建造的駐廠都一樣 兩個要要協調好 然後再來第三件工作 檢視劑量的校正 是不是在這個有效期限內 劑量落差的設定 是不是符合本工程的需要 為什麼要去考這個 SCC跟特殊混淋土 它的劑量精準度 跟一般外料 絕對不一樣 我等一下有 那個後面的內容 會來做說明 然後再來檢視 藥劑桶的循環設施 是不是能夠正常運作 我們藥劑桶裡面的藥劑 它是複合材料 不是一種單一材料 那既然是複合材料 比重大的 它就會隨著時間的增長 它會慢慢往下降 往下沈變 那我們在這個 抽用這個藥劑的時候 從底下去往上抽 你如果都沒有循環的話 那抽到的這個量 絕對不是你在試辦的時候 用的是那一支藥劑 而是另外一支藥劑 再來 要檢視各材料藥源 是不是有改變 尤其是非非跟爐死的射差問題 我們要去看 不要打出來變成 三次打的是這個A1的 那這一次打變A2 或者是A3、A4 這個駐場朋友 要去注意這一塊 要要求御辦廠 每次盡量的時候 要留一些非非如死的樣品 駐場朋友要去檢視這個方式 然後再來 然後再來 才會見到說 半輪才要取樣 三分C 含水量測試 等這個實驗 根據這個實驗來調整 我們配比設計的時候 就現場的料 浴半廠當下的料 的狀況來調整 我配比設計的時候 各種材料的使用比例 這個是混淆土公廟以前 駐場人員要先做的工作 然後在公廟過程中 也有底下的工作要做 第一個 要先去檢視我們的配比編號 放在哪裡 然後各項材料用量 看是不是按照我們剛剛 調整過後的這個量 去做修正 這個是進到操作來 第一件要做的事 然後再來 半額過程裡面要檢視 半額時間是不是足夠 那半額出來的東西 有沒有達到居民的效果 然後再來 我們第一車 在場內 跟工地 都要去做灘度 或者是灘流度 那做完以後 回過頭來 我們要調整相關用量 是調整水或者是水泥 因為我們在這裡已經確定 各項材料的量 那接下來只剩兩個東西 可以調回一個藥劑 一個水 但是我們不建議調整用水量 因為調整用水量以後 因為調整用水量以後 它強度就直線了 往下量 建議調整藥劑量 然後再來 我們這個 一車出去了以後 我們要把這一車的相關劑量 這些東西 出廠時間 跟做的貪圖 就要趕快去填到我們的水泥 溫泥土 半熱場的這個塑料單 跟這個駐廠 駐廠的這個資料裡面來 然後再來 在半熱過程裡面 要注意電流表的變化情形 操作手 半熱場的操作手 他都看那個電流表 來控制我們要的貪度 或者是貪油度 那如果說今天電流表 有異常了 我們要趕快 去了解 它的異常點在哪裡 是力量變了 還是說機具 有變 或者是說 計量過程裡面 標記輸送管轄圖 再怎麼樣 導致這個電流突然增加 或者是這個減少 這個駐廠人員要去注意 電流表的變化情形 然後再來就是辦理常態的這個實驗 那一般的混凝土的話 就有貪度 濾離子 混凝土溫度跟視體製作 我這邊 有沒有掃東西 一般的駐廠人員都會 加一個 含氣量的檢測 但是事實上有在做嗎 沒有 你不會每一次都做 SCC一定 我是說一般混凝土 你不會每一次做 你可能 你可能 在你的有把握的這個情況裡面 配比設計做一次 後面就沒做了 所以 我這邊 沒有把 含氣量放進來 好 自充填混凝土 要做灘流 Visicnode 這些實驗 那 這些實驗 水龍心理粒子含量沒有放進來 漏掉了 各位把它加進來一下 然後再來 填寫當日水泥混凝土駐廠 先公司報表 我這邊要強調 我們搬完一車出去了 資料就進到 這個 資料就進到這個裡面 來跟這裡 不要整個都出完了 我再來會成這樣 一車出完就把它填進來 好 然後這個混凝土供料完以後 我們的這個 還有哪些工作要做 第一個 我們肢體從工地收尾要編到要養殖 然後要檢視這個肢體有沒有受損 在工地養殖的這個情況底下有沒有受損 然後再來就是肢體要驗的時候 要去注意 抗壓機的 是不是還在矯正時效裡面 一般Soldatap的這個實驗室 他們會去檢視 但是我們還是看一下 那 押壓的這個數率是補合規範來要求 我們的規範是20psi到50psi 那 另外再來第三件就是統計分析 我們剛剛講過 如果 現在伴熱場的生態就是我們交給 藥機商來做 那藥機商 我們在做沒有藥機商 沒有關係 因為我也碰過 因為我也碰過 藥機商 他賣藥機 多用一公斤他會多賺一公斤的錢 那 怎麼樣讓這個藥機會多使用 力量偏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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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藥機商就會增加 所以 但是要力量偏稀 對結構你的健康並不是好事 因為你需要更多的薑來包裹 那 我們統計分析 在正常的情況底下 各位如果看到標準差是個位數的 是真的在做評判嗎 沒有那麼厲害 AGI 我的表報資料統統是個維修 而不合理 不合理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 我等一下再來講 然後另外我們的主任變異七歲 如果是離年級 也不合理 也不合理 因為我們的級優是多少 3 對不對 那從這個數據 人家做那麼多的這個東西 得到的結果是這樣 然後我們的統計分析如果出現這些狀況 它是不合理的 那為什麼不合理 因為我們的抗壓機器是電腦控制的 如果我給它一個層次 它就會得到一樣的東西 然後再來 我們看這一張配語 這個 不是一個很好的配語 不是一個很好的極配 那不良的極配 除了影響工作性 經濟性以外 跟因果混乳乳 還有強度耐久性跟選迷性 不佳的問題存在 那這裡要跟各位談的是 最大標升力計是什麼 規範什麼選用 那配量該守住哪裡 注意看 這個一把掉下來就發死 我等一下要講錯 那 最大力進 這個 氛圍 實際最大力進 跟標升最大力進 那 實際最大力進 大家可以想像的過來 要下到那個篩完 全部都過了 底下 下一個有停掉了 上面那個篩好 就是最大力進 那 標升最大力進 是指 少量停留在下一個篩好 但是 沒有一個 確確的數據 那根據黃照王 黃教授的那個 高興的婚禮組 理論史及時務 這邊 在八十一頁的地方 他有寫到說 一般容許五到十 他 一定有在這個篩好的 叫做 標升最大力進 那我們看這三個級配 這一組 實際最大力進 是一吋半 那標升 是四分之三 那我們過來看看這個 實際一吋 最大一吋 標升最大一吋 那我們剛剛那個 那個級配是什麼 A7用的 但是 他拿來 我們的 水泥混凝土 當作水泥混凝土 可以使用 那A7用的 跟水泥混凝土 他還是會貼了規範的底邊 但是不小心就跑出去了 好 那這樣的級配 真的 我們的工作性跟 後續的各項性質都有影響 那這邊 我們看一下 這一個 這個是規範 一吋半的規範 這個一吋的規範 這個四分之三的規範 那 我們 配料的原則 第一個就是要進入規範帶 第一個要進入規範帶 這個沒有規範值 不是沒有值 它受限在規範帶裡面 然後第二個 控制中間三號的中值 比如說一吋來講 25加60除以2 就是我們要的 那不會是42.5 你如果說那個地方是一個好配的 好配的料 用量是一個好劑量的 也可以 那四分之三 就是上加下 除以2 37.5 那我們去38 那中間三號與下 控制在這個規範值 44號才7 8號才3 這個是 西西安好 那個老前輩 集30年的經驗 留給我們的 好 那這一個 我帶過的工地 我都會把這張表 介紹給我們的評官 好 那我們小木工工段的部分 很同仁 如果說有去駐場 這張表可以拿來用 很好用 配出來的混音圖 就是工作性會很好 然後強度各項性質都會良好的 然後再來 第三個就是配比設計出問題 剛剛是集配出問題 現在是配比設計出問題 第一個 就是 補助藍材料就是 非為如此這些 使用過量 產生酸酒濕含的問題 那我們後面有一張圖可以講 那為了獲得較好的流動性 降低最大標準力競使用過量的細量 這個是錯誤的配比設計觀念 我們剛剛有講 花了很多時間 那直接以大飯堂獲得配比 我們要的配比設計 我們要的配比設計 那這個也是不好的 那這個紅字 我剛剛有印象過 給大家看看 這個是我們在國二設立實驗室 那針對原材 原子材料去做 那個pH值的這個測試 那我這邊要說明的是pH值的測試 因故混凝固 現在還沒有CNS的回報 那我們只是比照 綠離子檢測的方式 把它用來測pH值 那得到的結果是 那這個純水泥是這樣 純水泥 那一般我們的水泥 純水泥大概就是pH值在12.5上下 然後第二個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這條線就是水泥50 爐1035 杯杯15 這個這條線 然後再來黑色的 黑色的這條 就是我們不要看這個 直接看綠色這一條 爐1050水泥50 的時候 它在90天就已經掉到12以下 掉到12以下 那我們剛剛 吳助長講 賴政府想要沿用50 它的趨勢沒有停止 所以我們非非如此 尤其是爐10 尤其是爐10 用量過多的時候 用量過多就會有這個問題 會有酸減失衡的現象 那接著 這個是 非非 這個是爐10 這個是爐10 這個是非非 你看它單一的材料 都是比我們的純水泥低很多 也有幾次 陳大叔畢良教授指導的這個 這個研究論文裡面有提到 有引用到 不是提到 把它改一下 引用 那鋼筋問題乳因在這個高解性環境底下 12.5的高解性環境底下 會產生對鋼筋有很強的保護能力 這個鈍態保護膜 鋼筋藉實鈍態保護膜 那會保護不鏽石 但是這個鈍態保護膜 在PH值小於15 11.5的時候 這一條線就開始不穩定 那小於9.88的時候 已經生成的鈍態保護膜 就會破壞 還沒有生成的就不會再生成了 所以我們看 純的非非如實 事實上它的PH值都低 都會在危險線底下 然後再來我們看一下生產設備的問題 第一個 練練力量絕近度 我們剛剛有講 需要越多 需要的薑包覆的越多 那如果說我的力量過220再多多的話 強度的影響就會很大 那我要節省水 你要經濟性 我只好去控制力量的絕近度 然後第二個 這個土額設施我們待會有相片 然後再來要記得循環設施 各位看 這個小小一桶 你就可以看到 這上面是比較淡的 底下是比較深的 表示什麼 它已經吸雨了 那我們那個大20噸 20噸的大飛虎 裡面吸雨的現象更嚴重 所以循環設施一定要有 因為我們抽上去半額的是底下這個 就抽上去了 然後再來是激量度差的問題 那這個 這個是常常 砂石直接來就會碰到的 然後我們在半額廠都會有一個 第一道的這個土額設施 這一個石頭如果說在這裡 在這裡 它就掉下去了 掉下去了以後 到我們的這個半額骨裡面 一半額出現什麼問題 如果說這個扁的剛好去塞到那個半額葉片 可能就卡住了 那 半好以後到工地 它 碰瓦車 塞管的半 也是這個問題 所以 這個最好把它加起來 然後再來 然後再來 這個 花時間也值得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在 那個 操作室看到的 力量 是什麼 已經下來這個 激量草裡面了 我這個時候下指令 到什麼時候下指令去關這個倉口 那中間會不會有停留量 這個中間的停留量 就是我剛剛講的 激量乳差 激量乳差越大 它的 混乳乳的變異會越大 來 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實際上的 那個一個激量表 這一個 差三十七公斤 這裡 水 差三十七公斤 那變得怎麼樣 強度沒辦法控制 然後再來 砂 增加了 減少了79公斤 那這邊 減少了129公斤 那得到的是什麼 不是我們要的東西 所以激量乳差 麻煩駐場的人 要去看一下設定 是不是我們要的東西 然後再來 平板人員本身的問題 第一個 沒有按照標準程序來做 我把這六根式體放在這裡 沒有辦法去敲 按照規定去敲 貪度小的時候 沒有辦法去敲這裡 這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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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更長 這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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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敲一面 那平板人員怎麼做 直接打上面 第一層也打上面 第二層也打上面 第三層也打上面 貪度大也打上面 也打三到五下 貪度小也打三到五下 這個是我們在工地看到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 四膜放置的位置 不淡 像這個就放在路邊 車子一過 不小心碰到幾顆就排掉了 然後再來 倒棒的規格不符 有的弄得很長 就站在那邊 連漂都捨不得彎 事實上 我們倒棒的規格 是8分之五吋 16mm 然後長又10公分 而且它一端 它還是一個半圓形的 那兩次子的溫度 過去是23正乎1.7 現在是23正乎2 再來就是 它一個路板 我們在工地很難找到一個很平的 很難找到一個很平的 你要在工地找整一塊很平的地方 地方很不容易 所以我們建議要求 預販廠去加一個水平調整區 那這個 做一個水平的控制 大貪度的 不一定是SCC 然後另外 我們在這個上面 有一個打盤 那打盤的日期 比我底下 這個去打印日期 更具效益 好 那接著 最後一個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把這個 小辦法的東西 移植到大辦法 忠實的呈現 婚禮圖議員的性質 這個是座場人員應該有的職責 也是他的感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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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